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不见他读小一小二是读启明 然后到小三才回到五四个国小走读 但是小四之后就走入音乐班 其实泽泽走上这条路不是我们刻意安排的 就是因为小时候我舅舅从西加坡出差回来 带了一台小的卡锡钢电子琴给他 然后我爸爸唱老歌给他听 然后他都可以弹 他都可以弹 所以你们只要想唱什么歌他都可以弹 然后就慢慢走上这条路 因为我想要打造是有爱的城市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说做我们的音乐爱心大使 那什么是音乐爱心大使呢 就是说我觉得主要就是可以代表基隆 这个想要推动这个有爱城市的理念 到各个县市专门就是给特殊的孩子 跟特殊族群的家长来给他们一段感动的 幸福的有爱的这个钢琴演奏以外 可以分享一下泽成是如何从一个看不见的孩子 那一步一步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一个钢琴家 我觉得他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感动人心的一个奋斗史 当时我听到他的声音 然后还有听到分享小爱的故事 我就觉得国梁哥他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爸爸 他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爸爸 因为一般的爸爸可能都是很严厉的很严肃的很非常的 那那是因为对待一般正常 可能像我们这样子调皮的孩子 可是如果像对待小爱这样子就不能用这种严肃的方式 就要用小爱的方要用很有爱心的方式 要很有同理心 那我觉得他的国梁哥的同理心 不只用在他的孩子身上 也用在了别人的身上 那从他那个时候在餐厅里面所表达 他自持出来的声音我就可以感受出来 所以今天非常荣幸国梁哥来我家 那我觉得就要用这一首李斯特的爱之梦来回报给他 这样子来表达我内心对他这种 有同理心跟爱心的一种极大的肯定 然后跟期许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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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期许就是这个同理心跟爱心能够 未来能够 因为我是基隆人 然后国梁哥更是 更是基隆人 那我觉得能够在基隆 台湾的 台湾的最头 来发挥这个爱 爱从头开始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件事 记者黄志生 基隆报道